台湾一粒一休上路到现在争议不断 到底是蔡英文政府的错 没有长远的眼光 还是企业有对策 让最后倒霉的依旧是员工 东森新闻本周的新闻广角进单元 特别制作走不出的一粒一休专题 带观众一起来看 政策出了哪些问题 一粒一休上路将近半年 台湾主计总处公布国人加班费 平均来到1685元创下新高 但是扣除物价涨幅之后 却比17年前还要低 让民众的直呼 不管是加班费还是月薪上涨 根本无感 热腾腾的铁板放上特选牛肉 一番豆马上香气四溢 来 现在我们现场的哦 热情招呼但午餐生意大不如前 就因为一粒一休加班问题 老板上痛脑筋 主计总处最新调查就发现 2017年第一季加班费平均1685元 年增率10.4% 是六年以来的新高 而加班工时8小时 年增0.1个小时 备用补修的方式换掉了 那你人就是得加班 但是你就是换日子 反而是加班费拿不到 那也无法去落实周修而遇 加班费领不到惨的是 主计数公布一到三月 平均薪资39607元 创下同期最高纪录 但扣除了物价涨幅 仍然比不上2000年的 37740元 等于是实质薪资倒退17年 我们会发现有一些是打假卡 就是先打卡然后继续加班 时间上面 人力上面都是成本 那为了撇开这个成本 干脆就做一套给政府看看 上有政策 下有对策 令人惊讶的还有 三月总薪资平均 也就是经常性跟非经常性 薪资总和直逼 44144元 但民众坦言根本拿不到 我觉得现在可能是 在那个适应期 也许需要过一阵子 经过调整 不管是工作内容 或者是那个人员的配置 以后应该会恢复正常的频率 看来政府的薪资数字 是否碰轰 劳工上班族最有感 东森才一线完整扬 台报道 面对一例一休 争议扩大为此21位的民进党立委 就提案修法 引入了工时账户制 希望每个月加班工时 从46小时增加到54小时 不过也引发了网友痛批 砍掉几点价又变成要劳工加班 怎么活得下去 蔡政府力推以利益休 待上路将近半年抗争 劳资怨言不断 轻奏基层的民进党立委感受最深 目前是有一些武力感 因为毕竟我们回去地方选区 那碰到很多的小型企业的老板 劳工也好 那大家都不满意 现在的以利益休 被批评是僵化的制度 那我们希望能够赋予更多的弹性 地方得承受第一线明月 让民进党立委及跳脚 21人连署提修改 包含将原先月总加班工时 46小时的上限 改以三个月为一期的工时账户制 最高定为单月54小时 另外休息日加班 原为坐一小时给四小时 坐五算八 现在也拟修法为坐一算一 老板说我不要让你加班了 所以变成是劳工看得到吃不到 所以我还是希望可以改回 修为原来的核实计算 至于每年卫修完的特休假 民进党立委也提出 除了可以换算工资外 劳工也能请求将卫修天数 累积到下个年度使用 以两年度为限 不过企业界也喊话 希望加班上限定在60小时 只是由执政党立委提案 修法引爆网友怒火 堪掉七天假又变相要劳工加班 真是好棒棒 物价涨薪水又变少 要怎么活得下去 就连民进党立委林淑芬都痛批 劳工要的是加薪 不是加班 一粒一休修法是不是唯一解药 恐怕还有待观察 东森财经系统 刘志欣黄福祥台北采访报导 台湾一粒一休绑死的加班时速 不只造成绿营支持度出现崩盘的危机 就连丝袜工厂董事长 魏平已痛批 劳机法成了贵族劳工条款 结果是政府根本没有替企业做长远的考量 午餐一汤一饭满桌台菜料理 全靠三位大厨跟时间赛跑 穿梭在上百个座位之间 员工就快忙不过来 人手不足 罪魁祸首原来又是一粒一休 就是成本会提高两万多 有点半强迫像是要休假日 但是其实假日对餐厅来说 或是人手比较不够的时候 缺工问题制造业成本多了三成 成为一粒一休重灾区 一百个年轻人有九十九不愿进工厂 所以短期间他其实要满足这个缺工外奖队 根本就是不可能 仓促行事业者痛批 劳机法立法根本是天龙国思维 贵族的劳工条款 比如说中国石油员工 一个月薪水十万块钱 他根本不差 不差有没有加班 不差有没有多一天上班 可是对那两万多块 三万多块的工作人来讲 中南部感受最深刻 部分企业只敢接七成订单 人才挑选更加追求 一个人低两个人用 求职环境雪上加霜 只有大约三成企业打算为员工加薪 求金不求量 能够多配合公司的政策 配合公司的上班的相关的一个配套 劳工怒吼连企业主都站出来力挺 对比小英政府持续沉默 自家党员变成过街老鼠 每跑一场拖就被骂一次 然后甚至我们在 这个不论是喜宴的场合也好 或者是一些活动的场合 只要是民众遇到我们 就开始骂这个一例一休 立委也统计彰化为例 市民加班费 一年平均就要少赚六千元 两败俱伤的劳资关系 看来绝不是时间能冲淡一切 东森财经新闻 刘志张博祥台北采访报导 在关注立法院司法委员会 最近通过政务人员退职 抚恤草案 为部长级以上的退休基因 将全面的缩水 而且法案更可能追溯既往 连前副总统连债也大受影响 就像电影里魔头要把世界吞噬 部长级的月退金 也快要把全民的纳税钱吃光光 有领取退职酬劳金 也就是包含月退 及优存的政务人员 现在总共235人 平均月领将近12万 其中最高的就是 前副总统连债的26万元 我现在在职务上的工作的时候 其实薪水就很高了 你领这么多 不如把多的钱拿去帮助 其他更需要帮助的人 原来2003年以前 转任部长职只要满两年 就能并记长任年资 包括副总统以及支辖市长都适用 以本凤来计算 公务员最高只有5万 部长级就翻了两倍 月退金差很大 只做两年就领了两倍 那这是非常不合理的部分 那这个是由谁负担 都是由国家 而司法委员会已经通过 政务人员退职 抚恤条例草案 其中行政院跟考试院的 月退金版本都还在9万以上 而民进党则是想砍到8万以下 时代力量的版本 更是让月退金一口气打5折 未来的政务官退休 还是以最高的文官职等 去做计算 这样才合理的 不要是本凤乘以二 像公务人员这样 应该是乘以1.7 升政务官变成一个 怎么讲 仇庸 那甚至是为他退休做准备 整个改革的话 不能就是非高官受小力 这好啊 连站那么有钱 还领那么多钱干嘛 退休部长还能年龄 超过百万月退 民众纳税前缴得好心酸 只盼望改革的脚步能快一点 东森财经新王子杨昭台报道 知名跨国企业 催起裁员风 台湾太古可口可乐 证实10月起将关闭 高雄燕潮的厂区 并且优退60名的员工 另外30名员工退休 至于登陆北美地区的 中国乐视 也要大裁员 354人 比例高达8乘5 重复了 深厚的味道 台湾太古可乐 砸重金 请来日本影帝阿布宽 代言旗下茶饮品牌 不过招牌饮品 可口可乐的高雄厂 却传要吹席灯号 据高雄市劳工局透露 120名生产线员工 将有60多人优退离职 30多人符合退休资格 80名仓储员工 会留职负责南部配送 不受影响 这是红茶是不是 一杯奶茶 可能就是民众口味变了 让全台53亿 碳酸饮料市场 年减4.2% 从前年开始反转 出现负成长 而大动作调整 组织结构的公司 还有它 大楼外观就像 五角大厦 乐视美国总部 24号宣布 裁员325人 目前员工数 只剩90人 恐怕得棄手 全球扩张政策 把战线拉回大陆市场 美国市场 我们用三年的时间 打好基础 我们不满足于在中国成为第一 我希望我们在全球成为第一 不但在大陆A股富排 迟迟未有消息 如今还得海外收兵 对照日前的雄心壮志 看来乐视眼前考验将更加严峻 东三财经新闻 加密新吴又树 黄浮祥 综合报道 来看能力银行最新调查 高达87%的上班族认为 高学历不等于就业的保证 因为拥有硕博士学位 月薪也只多出100美元 反而不如拥有一技之差 唯有读书高的年代 似乎已经过去 根据人力银行调查 高达87%的上班族认为 高学历不等于就业保证 厨房住手 然后做过早餐店 然后还做过试药 36岁的他做过武术工作 但他其实是哲学博士 如果去找教职OK 但是因为少子化的关系 戏所会一间一间倒 为了虎口要赚钱的话 就直接找那个跟教职不相关的 那能够快点赚到钱 就是服务业最快 顶着博士高学历找工作 反而变成阻碍 37岁的OK爸电子系 读到博士 如今为了陪伴孩子成长 创业开启木工工作室 他更说拿高学历 不一定就能领到月高薪水 我认识的朋友 他没有读到博士 但最后他去求职的时候 是拿硕士学历出去的 因为他认为 他那个博士学历拿出去 老板不一定会给他那个薪水 更有88%的上班族 认为学历不用念太高 因为就算拥有硕博士学历 月薪也只多出不到3000块 如今拥有这个才是王道 我要几张正照 面试时秀出专业技能大加分 超过八成企业认为 高技能对薪资有加分作用 拥有专业技术的人才薪水 更是会多出4600块左右 调查更发现 梦想周的技术人才 已调酒师排名第一 西餐主厨和彩妆师 也同样榜上有名 会读书不代表就能领高薪 如今拥有一技之长 或许才是摆脱低薪关键 东森层新闻综合报导 新闻广角静单元 每周带观众深入分析 热门新闻时事 观众收看更多内容 还可以手机下载 东森新闻每周APP 随时随地的收看